歡迎回到前線百分百 台北股市2萬點 想要在第二季繼續上攻的話 當然需要有題材跟話題來帶動 第二季的重要大事有哪些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當然要迎接的是520 總統大選的就職行行 相關的概念股 有沒有機會提前發動 軍工航太綠能族群 還有所謂的這個我們準總統 賴清德的五大信賴產業 來到六月份許多電子界的大事 包含台北國際電腦展 這一次大咖雲集 所有的半導體重要大咖 都來台北了 黃仁勳 蘇之鋒 基辛格 還有梁建後 再來看到6月11號 迎接的是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 這一次庫克執行長 要揭示什麼樣的新趨勢呢 他們說跟AI一定有相關 而且蘋果的副總裁 還直接告訴大家 保證有驚喜 明哲老師我們先請上台來 我們剛剛快速看了一下 第二季呢 台北股社重要大事有那麼多 題材有沒有機會先發動 基本上當然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因為我記得我們在 三月底的前線百分百當中 事實上有針對這兩件事情 先來跟大家做分析 但簡單來說 還是歸納到一個結論 就是在於AI AI個股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認為說在整個第二季 AI股還是會是盤面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流 但是除了AI之外 應該說在整個第二季 其實影響盤面的利多利空 我想先幫大家去做一個簡單的統整 如果說以利多的一個角度來看 當然最近期的這個美國通膨的數據 看起來有一些緩解的一個現象 那根據Faywatch目前公佈的機率來看 最快有機會在六月份降息 我想剛剛一開始 柏傑哥也有談到相關的議題 好 所以當然降息是不是 當然多多少少對於這個股市 這件動能來講 我覺得會有一些加分 那除了這部分之外 另外就是AI應用的逐漸發酵 包括了PC 包括了手機 它的滲透率開始會出現提高 目前應該說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其實中國有一些手機的廠商 它就已經開始推出了有AI功能的手機 那當然大家比較關注的 還是在今年的九月份 那個蘋果iPhone16 它的一個AI功能到底是如何 那我想WWDC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輪廓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台幣區別 因為在整個第一季當中 其實台幣相對來講 是有呈現一些比較貶值 大概貶值大概4%左右 那貶值的狀況之下 當然對於這個財報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會有一些正面的帶動 那在基本上在4月底5月初的時候 其實陸陸續續公佈了這個 第一季的財報 如果說搭配第一季財報 整體表現還不錯的話 當然對股價而言 我覺得會有助攻的一個力道 但是一樣啦 有利多當然就會有利空的一個訊息 這個也是大家在第二季操作過程當中 可能要比較留意的 那第一個是電子產業 當然是相對比較淡季的時間點 我相信大家也都聽過 那個五窮六絕嘛 那個是過往電子在推新產品的時候 當然前面一個稍稍比較空窗期的時間 那另外就是5月份申報所得稅 那大股東會不會有一些這個聲讓的一個賣押 那這個就是賣股票 然後換這個鈔票去繳稅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那第三個就是現在確定店價調漲了嘛 那台灣的通膨會不會出現一些升溫 這個當然多少還是會跟股市會去有一些影響 那看好的產業我最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當中 當然其實在三月份 大家可會覺得說就是高股息之亂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受害者 倒不是那些那個高股息的 這個吃豆腐的這個所謂的買盤 而是在於說IC設計 因為事實上IC設計在整個三月份受到高股息也好 或者說是一些產業訊息也好 的確他們在整個三月份 他們表現是比較弱的 包括了市新股價連續性大跌 甚至有一些這個IP類股股價 出現比較明顯的回檔 但是在這種所謂的高股息的這個買盤結束之後 接下來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的是四月份 這些資金有沒有機會回到這個 如果說以股市來講這種本益比最高 或者是成長性 大家最可以期待的IC設計上面 尤其是IC設計是整個產業的最上游 所以它能夠領先電子產業提前出現轉腔 再加上說自研晶片 當然我們講到IP的部分 這個對於台廠來講 當然IP股來講 它會有利於它的一個營運表現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在AI股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談到就是 全球大企業擴大AI的資本支出 因為今年大概根據統計 除了微軟它相對來講 它不會再大幅度增加在這一塊的資本支出 其他的大廠大概都會在AI都會往上增加 微軟不增加不是因為它不做 而是因為它去年已經投很多錢了 所以今年相對來講 那個成長力道就沒有那麼強 但相關的應用逐步成型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手機也好PC也好 這個時候都有問世 那最近其實蘋果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台積電的這個相關的產能 目前開始擴大 那因為這個產能它其實是蘋果在做使用 所以大家現在也在猜測就是說 他們有在擴大內部的AI伺服器的一個建置 那第三個則是台積電的在地化 那基本上當然最近是嘉義確定設置兩座的COAX廠 的確帶動當地的房地產 沒錯 聽說大家都不種田 很多農夫變成億萬富翁 沒有錯 就是對 所以這個家裡有田還是很重要的 那後續還有機會再做新增 甚至之前有談到說有沒有可能建一奈米廠 這個當然我覺得後續大家可以去做關注 那關鍵在於說扶植在地的供應鏈 因為根據法人統計的話 2022年其實台積電的在地的供應鏈 貢獻比重大概才大概10%左右 但去年其實已經拉升到49% 那再加上說全球擴產 包括日本的熊本廠 包括德國 包括美國的設廠 那有一些台灣的供應鏈 其實是跟台積電去做一些全球的佈局 台積電去哪大家就去哪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對有機會受惠的一個機會 那最後在於日人升值 因為在整個第一季 大家拼命往日本跑 除了這個疫情風很久之外 另外就是日元真的沒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沒錯 但是到了第一季的下半旬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央行他其實在政策上面開始出現一些調整 雖然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再看到 日元開始出現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既然方向已經轉向了 我覺得長線日元再扁應該是有限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日央他的政策轉向之後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日元馬上出現強坦 但是日元再扁的幅度大概就在這邊 不會再更低了 所以如果說以過去大家應該跟日本相對比較競爭關係的 包括像石英元件工具機被動元件 過去因為日元很便宜 我們相對可能競爭力沒有那麼強 但這個時候如果日元不會再扁了 那是不是代表說台灣的相關產業有機會呈現落地 如果說看好的四大產業之星不會不確定性有機會虛妄的話 各股方面呢 對那各股的部分 當然如果說以IC設計來講 最主要看的還是要看3661的市新 因為之前的股價下跌 其實最主要是傳出就是這個Amazon 他去放棄自研晶片這件事情 但最近公司也出來否認 就是說他們其實並沒有接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客戶可能只是一些調整 而且之前他們也談到說 今年大概每季的營收都會呈現持續成長 那明年也會呈現持續成長 所以就股價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股價周線圖 你看連續四周其實都呈現了黑K往下下跌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 就回到大概接近3000塊錢附近 開始出現了比較長的下影線 那這段下影線 當然其實就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抵抗的力道存在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的 就是說基本上接下來的股價 如果說沒有再呈現破底的話 接下來開始做橫向的震盪整理 大家反而可以去關注的就是 這個閒點當中有沒有利空出盡 然後主底再往上發動公司的機會 當然不可諱言 因為世新的股價它的確是比較高 但是因為它是IP類股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的就是說 當世新的股價開始出現止跌之後 對於國內的IP股也好 包括了M31 包括了創意 乃至於比較便宜的像是安國 或者說是這種所謂的相關的個股來看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止跌回穩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當作是一個觀察指標 那除了世新之外另外就是安國 那最近它就傳出拿下日韓電子大廠的一個訂單 所以它從跨入到IP類股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到底有沒有訂單 有沒有機會出現轉虧為盈 畢竟前面漲的是一個想像題材 就是我開始從IC設計股轉為IP類股 但現在如果開始拿下訂單的話 那當然它就從原本的題材 轉為一個比較實質的獲利 所以一樣就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這一波的股價其實回檔之後 其實它在一兩週之前 其實股價就已經有先行落底這樣的一個味道存在 所以當隨著如果說接下來的資金 重新回到IC設計類股 或者是IP類股來看的話 過去股價算是一個比較人氣的指標 當然我們先我們剛剛談到嘛 這一波講上來其實最主要是這個想像題材 那無論如何過去它的股價其實表現 當然在盤面當中是這種中小型的人氣指標 那接下來資金回容的狀況之下 有沒有機會再帶動第二波攻勢 我覺得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做觀察的 那除了IC設計之外 另外AI 當然其實還是要看的是兩大代工廠 因為近期股價都很巧 就是那個GB200 反正一個就是 反正就是兩家大廠去做這種所謂的 分時這樣的一個訂單嘛 一個是紅海一個是廣達 那紅海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談到就是 蘋果的AI伺服器已經有在測試階段 那規劃給蘋果產品可能在墨西哥跟越南生產 那這個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但問如何如果蘋果開始跨入這一塊 因為紅海畢竟以紅海跟蘋果的關係 基本上我覺得是有機會去拿到大多數的一個訂單 而且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股價就已經漲這麼多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百分百跟大家談過 如果說我們看2382的廣達 或者說像3231的偽創 我們看去年的這一段時間 你看去年股價這一波漲上來 有沒有人想到說廣達的股價可以漲三倍 有沒有人想到偽創的股價可以漲五倍 沒有想到過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伺服器全球的市占率來看 因為紅海畢竟還是龍頭嘛 就是他在這個伺服器的市占率有40% 那過去他沒有反應到AI伺服器的這塊題材 這個時候開始去做反應 當然不可諱言啦 股價短線漲五成 他一定多多少少會出現一些 所謂的獲利調節或者是震盪的一個賣壓 但如果說以去年 那個偽創廣達可以漲三倍漲五倍 那這個時間點當中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比較長線的角度 在看紅海這樣的一個個股 對那如果說就廣達來看 當然在三月底的時候 終於突破了那個前波的那個高點區 那我們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如果說以這個老AI 就是廣達偽創跟技嘉來看的話 廣達是第一波先突破了前波的高點 這個某種程度上面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基本上不論說你是去年買的 或者是你不論買在哪裡 就代表說你現在都是呈現獲利的狀態 對那沒有獲利的狀態代表什麼 就是你是上方他其實是沒有套勞賣壓的 所以當然就評價角度來看 現在其實有一點評價 稍稍有稍稍比較高一點點 但整體來說 因為上方其實沒有太大的套勞賣壓 那我倒是覺得說 如果廣達的股價能夠繼續漲的話 大家其實可以回頭去看 包括像偽創股價 包括像技價股價 後續其實沒有落後補漲的一個機會 對那接下來我們剛剛還有談到 就是台積電在地化帶動相關供應鏈 所以相關的個股有所表現嗎 對那台積電的在地化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萬潤星雲這些個股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談一些比較有機會 呈現新的這樣的一個氣質 包括像是2486的一拳 那最近它是傳出打入台積電 COAX的一個供應鏈 那是輝達B100的均熱片的供應商 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的股價 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它是橫向整理了大概 將近快大概半年左右的一個時間 所以就股價來講 它其實算是整理的非常紮實 但是在3月下旬的時候 股價開始有突破這種 所謂平台整理區的味道 因此我是覺得說 當然今年的新的一個成長動能 有時候能夠讓股價平價 能夠比較往上去做調升的時候 大家事實上也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新的成長題材 那技術面轉強之後 大家其實就可以留意說 股價後續是不是有持續推升的機會 那另外一個則是4768的精神科 因為他們在3月份的法說會 其實整體來講算是相對比較樂觀 那如果說我們以這個半導體製程 材料的成本來看的話 其實最大是矽晶元 我記得應該佔37%左右 然後接下來其實就是氣體的13% 特殊氣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們其實也是在半導體製程當中 算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所以從今年的整體的氣體也好 包括了光阻機也好 大概預估整體的營收 其實有機會出現 所謂的一個倍數成長 同樣如果說我們就股價的一個角度 我們時間再稍微拉長一點點 你會發現其實這股價其實也很像整理很久了對不對 所以你從股價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大家應該關注的就是說 畢竟我這個底部打出來 那開始股價往上去做突破 當然首先要先突破前高 那突破前高之後才是一個比較明確轉強的訊號 但問如何它的風險 我想過去大概各期均線 其實都糾結在200塊錢附近的一個價格 其實下檔的風險其實我覺得是不大的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日圓升值有機會受惠的股票 那當然我們剛剛談到是工具機跟被動元件 那工具機當然指標性的個股 看的是2049的上映 來自於半導體航太基建跟自動化的訂單 全部都出現好轉 那全年會拼雙位數的一個成長 這個其實大概也是跟這個伺服器有相關 Blackwell的被動元件 那目前傳出來說 電感的用量會增加2到3倍 那平均產品單價它的一個會是一般產品的5到8倍 好謝謝明正老師幫我們做清楚整理 明正老師先請回座休息 剛剛三位老師都幫我們點出了 第二季的關鍵產業關鍵個股 可以怎麼走可以怎麼看 但是接下來第二季操作 我們還是有些小叮嚀 先請你休息一下 前線百分百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前線百分百 第二季的焦點產業還有話題大事 我們剛剛都幫大家做整理了 第二季的台北股是有機會上工嗎 操作策略的掃叮嚀冠青老師 好的我想當然我認為還是上路機會蠻強的 因為畢竟我們看到只要輝達沒有死 只要這個美國AI的都還是繼續往上走的話 我想應該還是有很多想像空間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包括整個AI周邊所衍生出來的一些東西 不是只有AI的晶片 這是包括其實我剛剛看到明哲講到 其實廣達偽創這些公司 微影 微影AI含量也很大了 這些公司其實都是留意去看 甚至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這個AI如果你沒有記憶體 我想你也不用跑了啦 HBM這部分其實呢 都是投資本應該去注意的標的 甚至PCB 你沒有PCB的話 你電子什麼東西都不用動 所以這PCB裡面跟AI的一個含量比較高的 很可能不知道像 剛剛沒講到像台光電 甚至包括像這個金像電 台耀這些公司 我認為都還是持續可以留意的對象 好 伯教老師一句話小叮嚀 好 這個當然 步入四月份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說 兩萬點之上能不能有新的資金進來 那大家看到 先前相關的這個高股息 讓市場一些高價股被吸金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未來要優先觀察就是什麼 這些跌升的細製才能不能在這裡先反攻 然後帶動另外一波AI新的這個漲勢 我覺得這個是要優先對電子股來觀察 再來就是剛才講到一些高值利率的 或是低劑沒有大漲的相關的這個個股 我想在第二季也都有表現的機會 銘長老師 就如同伯傑哥所談到的就是有沒有新的資金 或者是說這個三月份去買那些高股息 它的資金開始能夠有些外溢的一個效果 我想這個是四月份的一個行情 大家其實應該最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要有新的主流 所以我們剛剛跟大家談到 比如說IP類股 比如說台藝電工業在地化 或者說像是日元升值 它其實都是那種所謂相對比較低位階的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當然AI股它能不能強者很強 我想也是決定 整個第二季行情的一個關鍵 好第二季能不能強者很續強 需要有新的資金進來 但是第二季的選股交戰 我們今天先分享給大家 感謝三位老師 今天來到前線百分百的現場 當然也提醒大家 下週一請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前線百分百 我們下次見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